11月27日刀狼发布了歌曲《猪儿》的MV 截至目前已获得126万的点赞 这次专辑《山哥聊灾》里11首歌的新MV均已发布完毕 小编还没有向大家推荐新MV呢 还等着刀狼推出新的MV后一起介绍给大家呢 但却在12月7日等来了刀狼老师的停根通知 大家好,我是刀狼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是来给大家起了假 我要暂时停止更新音乐视频了 总的来说,大家对刀狼也是偏爱的 自从刀狼8月25日入驻抖音以来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却拥有了令众人羡慕的1849万粉丝 刀狼也不负众望 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发布了20首原创音乐作品 每一首的点赞数都超过了百万 堪称万众瞩目 刀狼和粉丝绝对属于令人羡慕的双向奔赴的爱 很多人把刀狼的自媒体平台视为自己的精神佳缘 尽管刀狼选择在事业上升期暂时隐退 诚然刀狼也知道粉丝们对自己的偏爱 刀狼在视频中也表达了对粉丝的不舍 刀狼停根通知的发布 在得知内容后却得到了大众的称赞和粉丝的期许 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更不是为了躲避纷纷扰扰的世界 而是为了创作 最近几年刀狼都是在成绩一 两年后带着新专辑回归的 希望刀狼下次的回来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准确地来说呢 就是我后面还有三张专辑的计划 所以我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田野工作 去积累 去思考 特别是现在脑子还算清爽 冷血 还有创作的激情 身体也还行 还能有足够的精力 到处去走走看看 所以我还想给自己摇摇担子 希望还能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小编也希望刀狼早日回归 给大伙带来更好的音乐 最后大伙一起欣赏刀狼亭跟前 最后一首MV猪儿 记得点赞关注哦 少爷的人生在地下的城市对于 知习没有一次的委屈 他在母亲的腹中 就会几枯着几枯斩去 不忘沉淀的鱼 每个醉倒在路边的冬夜 他都会梦见那早要的姐姐 姐姐总是红如荡 栩栩如生 我是你失落的人间 唯一的平征 我要去问问他来世路边的 那个酸米达先生 用孩子时的罗格为他 才可以挂上路的时辰 我要去告诉昨日和他 一切同梦的爱人 告诉他往过的山川 一颗海底已经醒来 不要在险阳的系列里 寻找自己不要用生意 为时光去听起讨论 世界一直在接见眼神 只有无门 城堡寒有的海事 拼封所有的年车 我要去看看最期的湖国家园 到他的神殿 谁在发弹 藏海门间 谁在幻化人缓 我要去看看他的往日 出征一季的老狗 有多少新片的三生 多少的道路 我要问他 要想念我说 世界的尝试能回来 我们的真实相伴的 明明谁在一起展开 我看见他 也希望有人撕毁了信念 无法接受的 是我们日常 不惯到严寓 我们的双火 也闪烁得过 敌人的眼睛 因为你促习 促习共用 而经历力气 我要拥抱你 当月打开 我不是爱的神 你给我高好 往前伤掉的光 他的梦境 真是我还真人眼睛 但双手战死 我还真人双手 我们都曾经 续续续 我的真实的人情 没有太难的笑 我已经成为了一世 才从此 能复奉的 不老的水 在云露 又不光而照 所以我的人心 永远消失 永远在 后面很无路光而 是我时分